各位好 欢迎来到每周一到周五晚陕西卫视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我是主持人朱倩倩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郭旭东 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思路万类型全媒体团 他们是在希腊著名的比雷埃夫斯港口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 今天我们的全媒体团是已经抵达了希腊的柯林斯运河 其实这处运河从远处看 它是极其狭窄细长的一处水道 只有你乘坐船只靠近并且进入到运河之后 才能够感受到它的规模 没错 而我听说 今天我们就要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运河上 我们的冒险王康凯将会完成一项壮举 叫做希腊一月 那么它这一月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还是让我们把信号交给前方 来让我们的前方主持人王志 为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王志你好 麻烦为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好吗 你好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 王志你好 请说 我是王志 我们现在媒体团我们有一个小分队 我们就站在柯林斯运河的大桥上 是另外一座大桥上 这里呢 距离雅典大约是90公里 一个小时的车程 路况很好 但现在站在这个桥上呢 风比较大 希望呢 这个大风不要影响到抗海接下来的蹦极体验 希望也不要影响到大家收看的效果 这座运河呢 是为了联系爱琴海和另外一座海之间所凿通的 它开凿的第一次的时间那是公元67年 但是它完成的时间却是在公元1893年 如此算来呢 那它开凿的时间从开工到完成有1800年的历史 站在这个桥上看呢 景色是非常的壮观 它的全长呢 一共是6.3的公里 它的深度呢 从上面看是24米宽 从下面是21米宽 这条水道的开通呢 极大的方便了来往的船只 当初的目的是为了货运 货运的需要 但是因为现在交通的发达 物流的改善 现在基本上没有货船经过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仍然有很多的船只 来往于这条运河之间 他们是干什么呢 就是游览的船只 而且费用非常高 据他们介绍说呢 是以米来计算的 那么一共6.3公里的运河 大家可以算一算需要多少钱 通过一次 而且在这个桥上呢 衍生出了另外一项 非常好的极限的体验运动 那就是今天我们接下来进行的这个泵极的运动 大家看到 就是在这个河面上 风虽然很大 但是很规整 很整齐 景色是非常的壮美 横跨这条运河呢 一共有两条铁桥 我们现在顶上是一座铁路桥 是一座铁路桥 抗凯接下来要体验极限运动 蹦极的那个地方呢 上面是一座公路桥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跟它的位置是一样的 风比较大 风比较大 而且呢 还有更大的这个趋势 我们希望这个风不要影响到它的安全 当然 这项体验是有安全的保证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它是一个非常勇敢 非常极限的一个体验 我们希望呢 抗凯今天能够很圆满 很顺利的 能够实现这一次极限的体验 带着观众朋友一起 来随着我们四周之路万里行 来体验这一次极限的体验运动 我们接下来呢 把话筒交给 那一边刘瑞 看看抗凯的准备情况怎么样 谢谢观众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瑞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克林斯运河的凤吉所在点 那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两边啊 垂直的岩壁 其实它的高度达到了80米 所以呢 我所在的克林斯运河的凤吉呢 也被誉为世界二十大凤吉之一 由于它的79米的高度呢 所以排在第15位 而在我们中国呢 也有两位入榜 而其中最著名的啊 就是排名第二位的 来自澳门的澳门塔凤吉 高度达到了233米 但是呢 即便是现在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不会用眼睛往下看它的这个高度 但是这个风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 那么站在这个骑中呢 已经明显能感觉到左右的晃动 而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极其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体验 那就是我们的冒险王康凯 即将体验 而且呢 大家有一个突发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有三艘船 马上就要运到我们这个桥底下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康凯要马上进行最后的成功一跃 那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康凯 你准备好了吗 非常的了不起 那么刚才呢 我也问了一下这工作人员 这个水的深度达到了8米 而马上这个船要行驶过来 其实危险系数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我们要马上屏住呼吸 等待着慷慨成功跳跃的一刻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呢 正在给他进行最后的安全方面的保护 会在腰间以及在臀部会有一个紧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绳子 同时呢 现在 他告诉我 等到第二艘船过去的时候我跳 在跳完之后呢 马上要到第三艘船 在第三艘船到来之前我要再上来 所以要打一个时间差 很危险 也很刺激 好的好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特殊 这艘船大家可以看到 已经马上从我们脚底下要驶过了 那么如果现在跳下去呢 情况是非常的危险的 所以等这艘大船从我们脚边驶过之后 慷慨就要在第二艘船驶过来的中间 成功一跃了 我不知道慷慨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 反正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的紧张的 其实我觉得本来可能我不太紧张 但是由于有船突然过来 这是一个突发状况 所以真的现在有一些紧张 因为我们要打一个时间差 好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第一艘船已经驶过了 第一艘船 第二艘船一过我就要跳 好 这个小船一旦经过我们脚下 马上慷慨就要进行纵身一跃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下慷慨的装束 你紧张吗 我紧张 而且你发现其实在蹦骑的时候不能穿鞋的 所以慷慨现在是光脚同时穿上了 I did it的专用的这样的T恤 希望它能够成功 好的 我们准备可以倒计时了 Are you ready? Yes Yes OK 现在进行我们的倒计时 5 4 3 2 1 哇 太棒了 哇 太棒了 哇 这个摄像头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 其实现在康凯一纵身跳跃下去 这个摆幅是非常的大的 那么现在呢 他还处于一个倒立的状态 那么即将呢 他这个身子会从倒立转位正 好了 那么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呢 我们把悬念留在一会儿 马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悬念一会儿揭晓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慷慨 从这个柯林斯河运河上是一月而下 确实非常刺激 对完成了他这个希腊一月 而且我们注意到 今天确实有很多突发状况 比如说这个经过的这个游船 再加上今天的风力这么大 真的是被冒险了这种精神 把我深深的折服了 慷慨了不起 其实那个说起这个泵吉这件事啊 原来我在这个西安的温阳湖 也是曾经体会过 跳下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是有一艘船在接应你 那么进船的那一刻呢 可以说是身心得到了完全的极大的放松 那么现在呢 慷慨是已经跳下去了 但是他怎么样来着陆呢 怎么样来上来呢 我们继续把这个现场的画面 交给泵吉的现场 刘瑞你好 刘瑞 刘瑞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你那边的情况 我们发现这个前方可能是因为这个风力啊 我们刚才就说了这个风非常的大 可能是这个信号受了一点干扰有点听不清楚 但是我听说啊 这个泵吉哈 最害怕的时候就是你 还没有跳下去之前 那么刚才能伴随着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 哇哦的一声欢呼声啊 我们的冒子王 慷慨的是成功跳跃了高度达到80米的运河蹦击 马上来参考一下慷慨 慷慨现在心情怎么样 你现在的心跳是不是蓬腾蓬腾的 对我刚才上来的时候摸一下自己的脉搏 可能比平常我觉得要要再快三分之一这样 刚才在跳的一瞬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和死亡最近的游戏 真的像跳楼 因为你没有一个绳子把你抓的那一瞬间 你是没有任何这个有东西把你拽起来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跟死亡真的离得很近 就是一个自由落体 但下去的时候我想叫 然后发现喊不出来 就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当绳子一拽你觉得好安全了 太棒了 你已经重生了 我做到了 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太棒了 就像所有人说的 You are a good guy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们所有的丝绸之路万里行的团 都是为慷慨所自豪所骄傲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画面交还给王志老师 喂 陕西听到吗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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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才远远的看到 慷慨跳下去了 又非常安全的回到了那个平台上 这个悬着的心啊 终于就放下来了 尽管这个地方 据他们介绍说每一年有一万人次在这个坟极 但是作为丝绸之路的媒体团的成员来说 我们的心还是悬着的 所以刚才看到慷慨很平安的回到平台上 远远的看到 我们还是非常的高兴 心里悬下来这块石头呢放下了 而且呢 非常巧合的是 我刚才数了一下 一共有四艘船从底下经过了 我担心这个船只呢能影响这一次蹦极 但是看来呢 这个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而且源源不断的呢 还有这个船只过来 蹦极这种游戏呢 是新西兰的土著民族一个古老的习俗 据说呢 原来是用藤条绑在这个脚上跳下去 而且是跳在从山崖上跳下去 不像现在条件那么好 但是作为慷慨来说 作为媒体团的一个成员来说 他的角色是我们的冒险王 我们还是要为他这种勇气 为他这种勇敢鼓掌 其实呢 昨天宣布这个消息以后呢 我们报名的很多 我也报名了 但是经过我们团队慎重的讨论 和最后的决定 由慷慨来完成这个壮举 来完成最后的一约 所以呢 对于走四周周的这条路上 我们总结为 非常精髓的两个字 也是勇敢 当年两千多年前 张谦一路走过来 他靠的是骆驼 靠的是两条腿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靠的是车轮 我们靠的是其他的交通工具 就像这条运河一样 他的功能虽然改变了 但是他的精神实质没有改变 还是需要有一种勇敢的精神 我们呢 离罗马 还有最后的两站 我们从西安出发 已经经过那么长的距离 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我们相信 出发的时候就说过 一定能到罗马 一定能平安 圆满的完成这一次 四周周路万里行的活动 非常圆满的完成这一次活动 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勇敢的精神 我们看着 刚才又一次轮船过去了 接下来呢 那边还有三支 那么呢 我们相信 在抗凯这一月呢 也代表了 我们终结一个非常有力的 一个逗号 有这种勇气的支撑 我们就一定 能够非常圆满的 完成这一次 四周周路万里行的活动 好 接下来我们把画面 交回个前方 好的 那也非常的感谢王志老师 那么这次啊 我发现这个抗凯 确实是 为了他这个冒险王的称号 太拼了 在这个全世界 二十大奔极圣地之一的 柯林斯运河上 纵身一跃 完成了这个壮举 我们也要为他的冒险精神 点个赞啊 没错 而且我觉得王志老师 刚才说的非常好 就是一种勇敢的精神 这个最早呢 在新西兰土著啊 他们是一种成人礼啊 就代表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独党一方了 所以从这一跃而下 而我们的四周万里行呢 在希腊完成了一个 这样特别具有意义的仪式 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而说到希腊呀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要让这个养眼的美女 带着大家来一同领略一下 这个美丽希腊的美景 好 接下来 就让咱们来看一看 美女带您游戏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希腊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它不但是西方文明的摇篮 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感 其实它的美景可以说也是无与伦比的 尤其是在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岛 也是非常的射人心魄 其实就是咱们刚才看到的短片中 美女带着大家游的地方 其实我对这个岛第一个印象 就是那个时候07年的时候一部电影 叫做牛仔裤的夏天 是根据一本畅销小说改编的 四个女孩子她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第一站去的就是这个希腊的圣托里尼岛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思路进行时 各位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也欢迎到各大手机APP市场 去下载我们的爱思路客户端 下载之后回答我们的有奖问题 您将有求获得 由华山论剑西凤九提供的100毫升 珍藏满一瓶 那今天我们的有奖问答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康凯 今天是在希腊的哪条河上体验了蹦极 现在您就可以把您所知道的这个答案 来通过我们的爱思路客户端来发送上来 同时呢也可以把您的思路邮记和思路故事 通过我们的爱思路客户端发送上来之后 和大家来一起分享 就有可能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了 咱们在这里跟大家来公布一下 我们昨天的这个获奖观众啊 他们是永能之恋 灵海以及六节鱼 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 谢谢個人的观众 就lık在这边 那个专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